一个小伙只有5000身家 砸锅卖铁买下了一块破石头 结果切开一看这里面是一个大翡翠 立马身价过亿 还有另外一个小伙在河边捡了块破石头 鉴定完了之后发现居然是传说中的和田玉 看了这些视频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 这破天的富贵什么时候才能砸到我的头上呀 这几年我们在海外的这个社交媒体平台 尤其是YouTube Facebook还有TikTok 上面看到了大量的视频还有广告 都是说什么美女去玉石市场砍价 另外还有赌食现场的一些影片 看到我们是激情澎湃 你有没有好奇过这些广告的目的是什么 这些卖玉石的背后究竟是一条 怎样神奇的一个供应链 看完今天的视频 你会了解到这邪恶的玉石市场背后的整个秘密 另外你会了解到怎么样让一个普通的产品 变得和翡翠一样值钱 我是澳洲Henry 带你用商业思维看我们的海外生活 让你不经意间就学到一些商业思维 今天带你探索一下 这些看似普普通通 你走路在路边上都能捡到 这赌食号称一刀下去之后 就是一套顶级豪财 价值上千万的翡翠在等着你 花一百块买一个普通的石头 全家从一瓶如洗到鸡犬升天 就是这一刀的距离 还有一些人整天拿个小手电 也不知道是什么高科技 随便带着这个手电筒到玉石市场 这么转一转照一照 马上就能逃到宝 跟着这赌食的乐潮一起涨起来的 是背后翡翠的价格 人们都说黄金有价 玉无价 这几年玉石的价格的涨幅 真的是让我们惊掉了下巴 轻轻松松 年化收益率超过50% 比投资纳斯达克还要香 堪称是你才神器 连巴菲特看到他都要觉得惭愧 据说哪怕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玉石 只要捂在手上五个几年 价格马上就翻好几倍 所以这几年 我身边有越来越多的朋友 开始尝试买翡翠 或者乐中于翡翠的一个投资了 我有个朋友就是这方面的专家 他说之前随便买个翡翠 几千块钱也能买到 但是今天的市场上 你要是想买个看得上的手镯 起步价就是2万美金 因为翡翠的这些矿山 快要被挖空了 未来的翡翠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值钱的 而翡翠最主要的产自国 居然是缅甸 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说过一个 缅甸做杀猪盘的视频 所谓穷山恶水出刁民 这缅甸完全是一个没有王法的地方 但是就这样一个混乱的地方 居然盛产翡翠 这多少让我们觉得有一丝诡异 OK 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探索一下翡翠的秘密 让我们知道 如何让我们或者我们的产品 变得跟翡翠一样值钱 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视频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另外一定要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以后 其他精彩的视频了 先跟大家讲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 叫做奢侈品经济学 一定要认真听完它 因为它是你理解整篇我们视频的一个核心 就是想打造一个 人们都愿意出高价来买的一个普通的产品 整个过程一共就两步 第一步是打造稀缺感 第二步是你要给你的产品贴上一个特殊意义的标签 你看一下钻石市场你就会明白这个套路是怎么运用的了 其实在19世纪初的时候当时的钻石真的是稀缺 全球除了巴西和印度发掘了一些少量的钻石之外 根本找不到任何类似的平替产品 但是在19世纪中的时候南非居然发现了大量的钻石矿 这导致钻石的价格直线下跌 但是什么问题都难不倒这些聪明的商家 于是他们成立了一家资本公司 叫做戴比斯钻石有限公司 他们把所有的钱放在一起 把那些钻石矿全部都买了下来 精确的控制每一年钻石流入到市场上的一个产量 这么一通操作下来 这钻石的价格突然又行了 立马又涨了上去 更狠的是第二股 他们给钻石找到了一个特殊的意义 随着一句广告语 钻石横久远 一颗永流传 这钻石就代表了永恒 而永恒又是人们对婚姻最大的一个向往 于是钻石就成了婚姻过程中 必不可少的一个产品 你说说看 别人结婚都有钻戒 你没有说得过去吗 于是有了这个特殊的意义之后 钻石的价格就一飞冲天了 而这个玉石说白了就是过来破石头 它是怎么走入人们的视野的呢 这里我们要说到一个重要的推手了 就是古代春秋时机 齐国的一个名城叫做管仲 你要是看完历史 你会发现这管仲就好像是 从未来穿越过来的一样 它简直就是奢侈品经济学的创始人呀 当时齐国突然发掘出来了 一块大片的玉石的矿地 当时齐国的君王就挖空心思了想 我怎么把这个玉石卖到一个好价格呢 我们的管仲也走了两步 第一步管仲先以身作折 号召大家一起来佩戴玉石 说这个玉石就是尊贵地位的一个象征 当时管仲自己带玉石带到什么地步 曾经有很多人批评管仲说过于奢靡 身上带的玉石连走路的时候都会发出 这个哐当哐当的声音 另外呢古代的时候 无论是挖矿还是这个打磨玉石的这个速度 都非常的慢 导致这个玉石就供不应求 这个价格就涨起来了 接下来管仲要放大招了 他规定齐国的这些权贵 要是想进入到太庙里面祭祀的话 就必须要带上家里面最珍贵的那一块玉石 大家呢为了有资格进入太庙 另外到了太庙里面千万不能丢人 都会砸锅卖铁去买一个最好的玉石佩戴起来 连当时的孔子都不能免赎 这一招造成了不光是权贵 连平民老百姓都加入到了这个玉石的一个抢购过程中 而齐国的国库也更加的充盈 居然在当时的春秋五霸时代成为了五霸之首 在玉石行业或者说在绝大部分的奢侈品行业 那些厉害的商人其实都掌握了这一套奢侈品运作的一个原理 在玉石行业里面把这一招运用到极致的 就是行业里面公认的赌食大王赵新龙 赵新龙早年出生在云南的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里面 然后为了不给家里面造成更大的负担 赵新龙很年轻的时候就入伍当兵 就为了有口饱饭吃 然后在军队期间呢 赵新龙就常年呢 往返于这个缅甸和中国的这个交近的地方 于是就获得了很多和玉石打交道的机会 兴许是当时老天爷赏饭吃 赵新龙在年少的时候就有一个天赋 有很多人在这个行业里面有个流传 说赵新龙他只要用手摸一下这块石头 就能知道这里面究竟有没有玉石 在赵新龙最顶峰的时期 曾经创造过一个神话 以几百块钱的价格买下了一块没能看好的大石头 结果漆开一看 大家看到了那绿油油的一片 就卖出了七千多万 那时候的赵新龙简直是有赚不完的钱啊 随着公司的这个玉石产业做的越来越大 赵新龙居然把自己的公司推上市了 名字就叫做东方金玉 东方金玉上市之后就成为了北翠业的第一股 而且成为了整个股票市场里面的一个腰股 不仅在两年里面股票价格上升超过百分之两百 在上市的前几年里面 几乎每一年的涨幅都超过百分之五十 成为了当时股票市场上的一段神话 而赵新龙也凭此呢 己身进入了福润富豪榜 当时身价27号称是云南首富 好像很多我们华人开创自己的企业 都喜欢给自己冠以一个叫做东方的名字 因为这名字听起来又神秘又高贵 但是跟余敏红的新东方一样 或许是这个东方的名字有不好的寓意 这也为后面东方金玉的一个危机 买下了一个伏笔 我晚一点告诉你 明白了这个翡翠的经济学逻辑 我们接下来说翡翠这种产品 它究竟适不适合投资呢 我们先来看它几个最重要的特征 第一个是你买的翡翠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 无论你今天手上带的翡翠 是几百又或者是几千买回来的 基本上百分之一百是假的 很多人会说 Henry我买来的这个翡翠 可是有测试证书的哟 测试证书这东西你想要多少 我就能给你寄过去 你信不信 因为全世界现在可以鉴定玉石的机构 简直多到你想不到 甚至很多玉石市场里面 就有自己的官方鉴定机构 而你在网上看到的绝大部分 教你如何鉴定玉石的那些博主 他自己百分之一百都是卖玉的 这种既做选手又做裁判的这种行为 把整个玉石市场是搞得一塌糊涂 很多人说玉石跟黄金相比更有价值 因为每一块玉石都是独一无二的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特点导致了每一块玉石的价值难以鉴定 跟黄金作为一个通用的一个货币 或者作为一个流通品不一样 黄金我们有土的方法 比如说用牙齿咬一下 用手掰一下 或者再不行的用火烧一下 这种方法也能帮很多人简单的判断出来 而且黄金你在网上就可以买到很多检测黄金的一些仪器 准确率非常的高 但是玉石就不一样 你把同样一块玉石给不同的机构 或者给不同的专家鉴定 他给你最后鉴定出来的价格 甚至有可能会超几十倍 有很多人就是因为相信了鉴定公司的那一份报告 最后花了几百万买了一个假玉石的 所以你去网上查一下 那种起诉鉴定公司的案件真的是太多了 更让人头疼的是由于玉石的这个高利论 吸引了很多科技狠活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 我们今天尤其是在海外的平台 什么YouTube TikTok 你会刷到大量关于玉石的广告 这些广告大部分的内容都是拿着一串串 能够亮瞎你眼睛的手镯 然后告诉你这手镯随便拿一个出来 市面上都可以卖到上万美金 但是他很好行 他告诉你玉石为什么卖这么贵呢 你去看一下那些卖玉石的在商场里面 拿的是不是都是最好的位置 对面就是LV Prada 所以他们的产品都是房租的成本在里面 所以卖的特别贵 然后他特别好心 特别见不得你在市场上买这种贵的玉石 今天只要通过他的渠道来下单 只要899美金 你就可以把这个纯翡翠的玉镯带回家了 更神奇的是买衣送衣 899美金 你可以买到一副 这还不够 他说他今天心情好 送完这一堆手镯之后 还给你送一个吊坠 你这笔仗衣算 简直是太划算了 哎呦我的太好了 但是最后你拿到的那块玉石 很有可能只是今天的强酸工业造出来的一个工艺品 这种类似于能造玻璃的这种材料 如果你不是业内人士 其实你是看不出来的 你看一下这段视频 你就知道今天的这个工业玉石的这个造假能力有多夸张了 10块钱的成本可以卖到十几万 小到一个手朵 大到只有在故宫博物馆才能看到的翡翠大白菜 他都能瞬间就给你造出来 这时候很多人说这些人上当受骗都是因为图便宜 我花个几万块钱买的翡翠 这不可能是假的了吧 我想告诉你 你真的是太小看今天的翡翠业的骗局了 就他们会在一个普通的玉石手镯外面 相间一个这个真的翡翠 当你拿到这个玉琢的时候呢 你看着外面这个顶级翡翠的材质和它的做工 你会觉得这个翡翠假不到哪里去 但实际上是如果没有专业的仪器 你根本看不透 原来它外表是真的 而里面却是假的 很多人为了买到真的翡翠 甚至直接跑到云南那边的翡翠市场里面去买 觉得这样我不会被骗 你知道吗 有大量的这种线下翡翠店 它最主要的客群就是跟这个旅行公司进行合作 而且他们有一种暴力的手段 我看到了一个陈女士 声泪俱下的去控诉 她在云南被骗的经理 当时呢 这个导游把她带进了一家玉石店 她压根就没打算买 只是呢 因为好奇 就问这个商家 这块翡翠手镯怎么卖啊 商家一边把手镯递到她手上 一边告诉她呢 这个呢 要15万人民币 她看了两眼之后呢 就还给商家了 结果在还的过程中呢 这个翡翠手镯一划 到了地上 碎成了渣 商家坚持让她赔15万 陈女士最后急到 把警察喊过来 警察调解完了 最终的结果是 陈女士赔了对方10万人民币 信心的离开了这家翡翠店 那有人要说了 Hurry 我花个几百万美金 我买翡翠 我总不可能买到假的了吧 我告诉你 大量的大佬 就是因为这么想的 结果被骗了 国内有个大导演叫余正 还有抖音商的一个大V 叫海参的 他们甚至一下子被别人骗了几百万 这种呢 就是超级高端的骗局了 这些骗子的套路非常厉害 我告诉你99%的人都躲不过 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你会经过朋友介绍认识一个大佬 然后来到大佬的豪宅别墅里面 然后那豪宅你一看就是价值几个一起的 再看一下家里面各种豪车 没有一辆是百万以下的 这时候大佬就跟你介绍自己的创业生涯了 云淡风轻的在地图上跟你指 这一块翡翠的矿餐是我的 那个商店是我的 这时候大佬呢就好像很看得起你的样子 给你看他手上的几块珍藏 说这一块呢 市价随便卖能卖个五六百万 今天呢 小弟你要是感兴趣 我一百万你拿回家吧 你一想这么大咖位的大佬 怎么可能骗你这点小钱呢 于是呢 在这种雍龙华贵的氛围下面 你就毫不犹豫的掏出了一百万 结果带回家之后发现是一块石头 当你想要转身去告大佬的时候 你才发现人家大佬早就已经上了失信了名单了 人家是个老骗子 那些豪宅啊汽车全部都是租的 就是演给你看看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赌石哦 赌石的剧本几乎都是一样的 一刀下去之后 翠绿翠绿 身价立马千万 给大家一种感觉 只要你命好花个几百块钱 你也能随意切开一个几百万的翡翠 这种连神仙武侠小说都不敢写的这种屌丝逆袭剧本 无数次的发生在了普通人的身上 很多人会觉得那些人都是傻子 我这个人心智成熟 绝对不会上这种当的 很多人也是这么想的 最近这种网上赌石的骗局 我跟你讲真的是太厉害了 他会直接告诉你 这块石头呢 风险他自己来承担 套路很简单 就是你只要花几十块钱 就能把这块石头买下来了 然后买下来之后 他当场就切给你 如果切出来了之后 这块石头值钱 他立马找一个人把它收掉 赚到的钱呢 给你兑半分 但如果切开来的是一个废石头 那你就花个几十块钱买个开心吧 很多人觉得几十块钱而已 我就当图个新鲜 就当去看了一场戏吧 于是呢 就买了这个几十块钱的石头 结果切开一看 真的有个绿色 人家呢 过了两天 就真的几百块钱把它卖掉了 然后当你收到那个骗子的几百块钱的利润的时候 你立马会觉得 哇 我这个人运气好呀 你想一想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买彩票呢 因为在每个人心目中 自己都是独一无二的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一定有这个重大奖的命 于是呢 你越玩越大 越玩越不能自拔 欧阳哥今天晚上干几块了 我去你今天晚上是不收代购 你们都蒙奖了是不是呀 这时候突然有一天 对方切出了一块石头 回声就告诉你 兄弟啊 你这个命真的是好啊 我这辈子都没看过这么翠绿翠绿的一个翡翠啊 我告诉你你中大奖了 我现在有一个收购商 愿意花三十万当场买下来 但是呢 我建议你不要卖给他 我们把另外一边也切了 只要另外一边也是绿色的 这块石头至少上千万 但是呢 兄弟我不能陪你走下去了 我做这个是为了养家糊口 我命没有你好 你现在先把我们前面买石头说好的钱付给我 这时候呢 你就落袋为安了 我们再去搏一把打的 你一看这个石头 你哪能错过这样的机会啊 立马就把几万块钱先给骗子转过去了 结果后面这一刀切开来之后 又是翠绿翠绿的 这时候骗子会用同样的套路开始给你收几十万 以至于下一刀呢 就是几百万 我们现在回头看都知道这个盘子呢 叫做杀猪盘 之前骗子给你的这几百块钱利润呢 只不过是一个养猪仔的过程 建议大家你们一定要小心 之所以海外这几年 你收到这样的视频和广告越来越多了 是因为在中国地区 包括在缅甸地区 对于这种内容呢 打击的力度变得非常的严 这些骗子现在没有办法 只能到海外其他国家 开始用这种手段开始骗人了 千万不要上当 我接下来要跟你讲一个玉石最不适合投资的核心原因 玉石的这个核心价值有一块呢 叫做玉不仅可以养生 还能够帮你挡灾 很多人为什么喜欢带一个玉的手镯呢 据说这个玉的手镯如果一不小心裂了或者碎了 代表着这个玉石帮你挡掉了一个大灾 所谓碎碎平安 这碎的值呀 但是我想告诉你 这一点也是玉石最不值钱的核心点 这玉石呀是出了名的碎 稍微一个不小心一刻一碰 只要碎了一小块下来 这个玉石的价值立马大打折扣 注定了玉石难以保存 难以作为一个通用的一个收藏品 我们再来看一下玉石现在变得越来越稀缺 矿山变得越来越少的这个说法 究竟对不对 很多玉石的商家就说 因为玉石的主产地是在缅甸 而缅甸的这个矿山现在挖的越来越少了 另外一点就是缅甸这个国家出了名的乱 一会打仗一会经济危机 所以这玉石的产量呢非常不稳定 早买下来呢 这个玉石的价格就能涨得更多 但是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情况 随着这个开采技术不断的更迭 玉石可以挖的越来越深 也就是说很多原来开采不到的矿山 由于技术的发展 它现在可以变得慢慢的 反而可以开采了 所以玉石的资源是稀有的 这件事情至少在目前的技术下面是不存在的 另外一点 大量的俄罗斯的玉石现在冲入了市场 俄罗斯发现了大量的玉石 在玉石行业里面是一个人尽皆知的秘密 只不过是玉石供应商 为了不让俄罗斯的玉石流通到市场破坏价格 故意给俄罗斯的玉石贴上了各种各样的标签 另外你要知道玉石是有大量的平地产品的 本身玉石就有大量的种类 还有比如说玛瑙 红宝石 蓝宝石等等 它们都是玉石的一个平地产品 这也注定了玉石并没有如此的稀缺 你可能还会想 记得我们之前说的那个穷小伙吗 人家不就靠玉石实现了财富自由吗 我们再来看一下赵新龙后面发生了什么 作为当年的十大妖谷背后的老板 作为曾经的云南首富 赵新龙后面也许是时运不计了 后面发现多了大量的假账 当财务造假的事件爆发之后 他公司的股价一跌再跌 变得风文不值 风光不在的这家东方金玉 甚至在2021年暗淡的退市了 赌石界有一句传言 叫做神仙难断寸玉 再经验老道的行家 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这个世界上比比皆是一夜暴富的神话 很少有人去考虑 它背后概念的一个原理 总之你永远无法赚到你认知以外的钱 虽然玉石的市场里面有大量的骗局 但是我今天想要核心跟你讲的是 如果你用好了奢侈品经济学原则 你也可以把你自己或者你的产品打造的非常值钱 比如说苹果的乔老爷子 还有Dyson的创始人James Dyson 他们其实都是熟知奢侈品经济学的人 你看乔老爷子明明知道自己的苹果当时供不应求 但是人家就是生产这么一点点手机让你们去抢 另外他给自己的手机贴上了一个标签 叫做Think Different 每一个用苹果产品的人或多或少都觉得自己与众不同 而James Dyson就更牛了 Dyson所有的宣传都会出现在高大上的场所 而且他帮助家庭主妇找到了一个科技标签 让人们觉得做家务这样无聊的事情也可以变得非常有科技感 所以如果你希望自己变得更加的贵 你希望自己的产品卖得更好 你必须要学会这个道理 第一个是你先要让自己变得稀缺 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是喜欢出现一个用户就去咬一个用户 你不能这么做 你要让用户来抢你的时间 你要让用户来争夺和你一起合作的机会 我过去这几年帮助了很多的小伙伴就通过了这个简单的一步 就让他们产品的价格即使翻倍也能卖得比之前好 比如我之前帮助过的一个IT公司的创始人 他之前都是整天追着用户 给用户报完价之后 这个每天就变得精神高度紧张 后来我就帮他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整 就是让用户先交1000块钱来申请跟他的一对一的资讯 通过这一个步骤之后 他发现筛选出来的用户明显质量多了 而用户是有机会成本的 当他交了1000块钱作为第一次咨询的费用之后 那自然而然交后面大笔费用的概率就变高了 另外第二点是要给你的产品贴上特殊的标签 想做到这一点非常简单 找到你产品服务可以给用户带来的功效 而不是看产品本身 我有一个小伙伴叫Diana 她是做房产经济的 她过去整天就是发她的房产 没有什么人愿意看 我后来给她规划了一条路 叫做帮助女性实现财富独立 这个调整实现了之后 有大量的女性认同她的观点 来跟她咨询 怎么样在经济上面实现突破 反而转化率大涨 去年下半年 她做到了自己的销售额 跟同年比翻了至少三倍 一个商业模式失败 都有她背后各种各样的原因 但是一个商业的成功往往都是因为她走对了正确的商业之路 我今天通过预识的奢侈品经济学原理 我想让你知道你也可以成为那个奢侈品 我给大家一直推荐分享的原因 就是希望大家了解到 只要你可以把过去积累的经验和知识分享出来 你就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值钱 让自己成为这个行业里面的奢侈品 如果你还没有了解过关于分享的详细内容 通过我们的链接你可以了解到如何让你自己变成行业的奢侈品 我是澳洲Henry 带你用商业思维看我们的海外生活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另外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以后其他精彩的视频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